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阎城东台的降港渔民浩子 以吆喝呐喊为主要特征 鼓舞精神 振奋新气 现在的它已经称为省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畅在阎城的大小港口 眼前阎城东台降港 海浪层蝶如鱼林 浪边细白似虾须 鱼王起落之间是鲜活的鱼虾瀉背 也是渔民们的满心期待 眼前渔夫老陈夫妇和往常一样 做着出鱼前的准备工作 只是今天他们要和十斤赛跑 抢一抹只属于这个季节的鲜味 老陈夫妇口中的欢子 学名四角隔离 东台有艳 菜花黄 欢子肥 每年种春暮春之间 菜花盛开 也是欢子产卵时 此时的欢子体壮而肉丰 甜足而鲜意 此时赶海带欢子 是往海而生的东台渔民 代代相传的传统 他们紧跟势力 抢下这一块子难得的鲜味 朝阳从海的那一头慢慢升起 金红色朝霞中 是老陈夫妇和他们今天饭桌上的贵客 一桶欢子 欢子做法丰富 炒韭菜 炒辣椒 炒萝却 烧豆腐 他像是美妙的和声 与哪一位家人相伴 都能演奏出动人的舌尖乐章 而今天老陈要做的 是他心目中与欢子的绝配 酒黄 春季蔬菜独鲜 脆嫩多汁 富裕清甜 蒙火攻之 使其断生 加入欢子 所以饱盐 隔肉肥滑 酒黄其香 二者香得益彰 细细咀嚼 春天竟敢映入眼帘 一方小桌 几叠瑜伽菜肴 香 痰 爽 嫩 在舌尖蹦发 汇集这城充满春日活力的仙子 夜幕降临 本是万物安眠的时候 而位于东台北边的大风港 此时此刻 一种跳跃的鲜味剂 麻虾正忙着入网 麻虾 虾如其名 微小如芝麻 无肉可嚼 脾气却大 只在夜间能够密起踪影 二不老后几小时 便会融化成水 但食材便是如此 杏子越是钢烈 鲜味便也越凶猛 塞船 清洗干净的心下 掉一下水 因为一掉水的时候 它就会烂掉 而聪明勤劳的大风渔民 用熬酱的方法成功驯服 这便是享有好菜一桌 不抵麻虾一顺赞誉的麻虾酱 因为这个麻虾这边 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所以装瓶以后呢 还要经过真功 杀菌 这样保持气会更长 还保持它原有的这种腺味 烹汁可以调味增鲜 食汁则是补钙绝佳 麻虾 欢子 这样的严肠小鲜 虽然个头不大 却都是名副其实的鲜味炸弹 不得不令人感叹 食令从来不会辜负人们的勤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